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飞向认为战线比较长 棋举也比较细 更加注重于中产实力的斗争 对 红方看着黑方走骑马 是 红方这番棋也挺有意思 他选择的也是马八进七 印象当中这种下法是比较少的 应付骑马我感觉最多的下法是走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 那蒋大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冰三进一 黑方一般是 黑方比较多的是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炮八瓶九 炮八瓶九的话 红方可能马二进三 黑方居九瓶八 红方居一瓶二 以下红方过后会有炮八进二这样的手段 如果你长居 我有炮八进二的手段 这么下 那黑方除了这种平炮出局以外 还有哪种下法 还有可能比较常见的是走足三进一 红方可能马二进三 黑方在马二进三 那就是试像棋的一个游斗 试像棋游斗 这种骑法像王天一 郑伟彤他们下的非常多 认为是黑方也是可以抗衡 那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方是走了一个马八进七 然后红方也是有意求变 他走了马八进七 虽然第二步看似都是比较正常的 但其实已经在斗指斗勇了 对 这个汪洋特大也是曾经拿过 这个下甲联赛射手王 对 胜率第一人 所以他这次也是开局创新了一下 是 创新了一下 黑方是走了一个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这步棋 红方走得又非常有新意了 他走的是马二进四 对 正常呢 我们下棋的时候都是你挺一个兵 我也挺一个兵 对 这是比较常见的 对 然后再跳马 是吧 这比较常见 但这半局他走得非常有新意 他走了马二进四 准备走拐脚马了 这个蒋大师 这个就是说汪洋特大 他也是特意布局 就是想要走引入一个陌生的一个盘面 是 所以他走了一个拐脚马 对 一般这个我们业余棋手都是 也是很喜欢下拐脚马的这么一个旗 是 尤其是这个马感觉会出来的很快 对 那这盘我们看看这个专业棋手是怎么走这个拐脚马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 黑方是走马二进三 红方 继续贯出自己的思路 走了川弓马 这叫川弓马 继续走马四进六 对对对 然后黑方呢也是 加快速度走马三进四 其实川弓马的最有效的这个效率的意思 就是准备兵七进一 你兵对过之后 我马上跳了个马六进七 跳一个向尖马 向尖马 就非常有利于就投入进攻 是吧 对 那么这盘棋呢 红方也是啊 他就选择了一个兵七进一 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 对 那黑方针对这个红方这个走法呢 也要有针对性 他不能直接就过兵 对直接过兵的话 他踩上来肯定是红方占优了 这个马位好 这个就是马 最佳的位置肯定是向尖马 这种沃槽马 可以随时跳沃槽的位置 是 那黑方是怎么应对 黑方这部棋走得不错 对 走了一个马四进五 马四进五踩中兵 踩了中兵之后 又威胁着红方的这个七路马 是吧 这个时候红方如果继续再走马七进六 那他可以足三进过兵 是吧 我们踩过去 他正好马踩着我们的马 等于说我可以用 我黑方用我的这个马 换掉你这个向尖马 对 那么黑方就可以形成一个 可以 还多足了 达到自己平稳的一个目的 对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的思路也比较独特 他是 走了一个马六进五 他也尽量让自己这个 穿弓马穿上来的马 不被你换掉 是吧 那看来这个盘旗 双方在布局阶段 就已经 针对这个 崴脚马这个问题 已经就开始了 这个一系列的计划 是 是的 那么这个棋一般 讲的是我们常见的走法 马五进一给换掉 对 要么就是兵五进一 这拱一下什么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马五进三的话 会怎么样的 马五进三的话 我红方肯定就走 炮二平七了 对 那我在冰三进一过兵呢 冰三进一过兵 我可以走马五进六 马五进六这样 我马上要跳潮江 那可能得 炮二平四了 炮二平四先防守 对 这时候我就可以 马六退七 踩回这个足 继续实行 我刚开始的 马要放到那个 向尖马的一个好位置 对 同时这点是不是 还可能有一个 马六进八的手段 透析的手段 对 你拱一长起来 这笔像也丢了 打枪了 攻势都非常猛 对 所以说黑方呢 也是一定要注意 红帽这个核空马 对 那么黑方实战呢 这个走法呢 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借鉴 对 他走了一个马五退三 马五退三 这个是非常好的思路 马五退三看似是弃马 实则如果飞掉的话 那怎么办 肯定就炮二平五 这样的话 我这个马没有保护 是吧 又不能动 他炮八进二的话 就有一个 逐三进一 吃过去 对 那么这个骑 红帽呢 这个可能子力 还是得丢回去 所以红帽肯定是 不愿意选择这个变化 是 那么红帽这个 王源特达他呢 也是走得很积极 踩掉之后 他走了一个炮八进一 炮八进一 炮八进一呢 我暂时 既然我不能飞你 但炮被你踩着 肯定先得躲了 是吧 那之后黑方呢 也是 走了马三退五吧 对 比较稳健 他就回了一个马 就是局面已经到了这个 布局到终局 这个过渡局面 这个蒋大师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因为红帽本来呢 我是想要走一个 上街马 这个速度很快 但是没想到 被黑方这个马 来回的这个调度 反而我走了一个 这个河口马 对 这个兵检马 所以这个双方两个马 这个属于一个对峙的一阶段 对 应该说 那这个局面 您看这个到底是形势是怎么判断的 应该说布局阶段 黑方是有效地把红方的这个穿弓马给破掉了 对 并且到此为止 确实如唐大师所说 现在黑方反而多了两个族 应该说黑方布局已经处于反线的局面 非常满意了 等于成名特大呢 他这个旗呢 布局阶段已经比较的有一些 满意了 满意了 对 是 接下来红方是走炮八平五 对 但是红方虽然是黑方有点反线 但是从两个人最近的状态以及心态来说 对 汪洋特大应该说打破平衡 他也是能接受的 是 因为作为他 他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陌生的盘面 对 是 所以看我们成名在取得反线之后 是否能顺利地扩线呢 还是被汪洋特级大师在混乱的局面下 驳回这个局势 对 当时黑方呢 是选择了一个居酒进一 他也要加快自己的出子速度 那红方呢 这时候是一个马五进七 马五进七 先把兵施掉 对 那么黑方 可能 这个其他 黑方实战是走了一个炮二平五 炮二平五 实战走了炮二平五 他准备捕后中路 对 这个应该说也是不错的 是 在这个局面下 对 讲到实际上 可能居酒平三也是可以考虑一个变化 居酒平三 直接过来一捉 这样如果你换掉 我就接受换子 是 如果出子速度也比较快 他可能实战是不愿意让你马换炮 对 走了一个炮二平五 炮二平五 实战的 红方然后是走 居酒平八 居酒平八 这个时候黑方继续是走居酒平三吧 对 黑方走了一个居酒平三 捉马 捉马 红方马七退五 这个时候如果跳江的话 正好你居三平四 居三平四再捉 对 可能这个交换以后 红方可能看也没有什么后续的手段 也不是特别理想 对 有点不划算 因为红方的马 大家看我一步两步三步 我挑了很多步 四步 这要到这里了 对 就挑这四步 五步 对 跳了五步才跟你换了一个马 红方肯定是不划算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 红方肯定不愿意接受 这样去交换 对吧 不过这个 蒋二师 我觉得这个棋 可能在这个 当前这个局面下 它可能换机也是一个 无奈的一个选择 对 它不如这样索性换掉 你足五斤吃掉以后 我在G8-6 点兵临线 这样的一个棋 可能红方 布局阶段已经没有优势了 但是说双方还是一个 互缠 或者说还是有各种 还是有五个大子的 这么一个复杂的局面 那么实战我们来看 它是走了一个 这个时候 它居酒瓶酸 捉马以后 然后红方走一个 马骑退伍 对 那黑方这时候 可能会有些特殊的手段吧 黑方 黑方其实在这个时候 它有一步好骑 是 它这个时候有一步 非常巧妙的骑 就是马五进三 在这个地方 等于说马 又要主动往这个 巷尖上去跳 是 并且它这个马跳过来 就逼着红方表态了 你也不能动别的骑 你这个马 要一动 它就马三进五 就得子了 是吧 对 红方必须走向五进七 对 那这是一个交换吗 向五进七 交换的话 这里还有一步好骑 它不直接打 是吧 打了的话 它可能是不是泡二平五 泡二平五 那你这个泡反而丢了 反而丢了 但这个时候 对 黑方有一步好骑 它能够先吃相 是吧 等于说是先期后取的 一些手段 对 先期后取的手段 这时候我们看 红方就非常难下 它如果飞相的话 这时候黑方 再还可以炮打马 是吧 那马五进四 有没有一些偷袭的手段 马五进四这个时候 黑方是不是可以走 走拘一进一了 拘一进一正好长起来 嗯 长起来 虽然丢个子 但是红方这个马位非常不好 那如果再向七进五飞一下 再向七进五 它是拘三平六桌 拘三平六桌 那等于说这个马 还是要丢 比如说红方呢 可能还要面临这个少像的 少兵的这么一个 对 严禁的这个形式 是 是的 这样的话 那这个棋看来就是 黑方这里有一步 马五进三的巧手 巧手 对 对 实战的很可惜 这个成名好像没有走出来 他并没有走马五进三 因为呢 像现在我们的向甲联赛 实行的都是比较快 都是二十分钟加五秒 双方呢 尤其在陌生的局面下 在刚开始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中局的处理上 就走的没有这么精确 所以错过了这个马五进三 扩大优势的好机会 对 所以就是向甲联赛 这个改革以后 它是十加五的 二十加五的这么一个 比较快速的一个棋 虽然我们观众的欣赏 那个度高了 精彩的那个分胜负的棋多了 但是这可能在 有些终局复杂的局面下 会错失一些战机 也是比较遗憾 也希望各位 其友们能够理解 所以这个 也是因为赛制各有利弊 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呢 也是 做了 比较稳健 想选择一个 比较平稳的选择 对 所以一个马五退三 也是想说 因为知道这个汪洋特大 它的终局 这个缠斗力很强 是 所以说想要把局面给 能更于 一于把控 对 所以走了一个退马 是 那么 实战呢 红方还是马五进六 对 也就是马五进六 跳起来 然后黑方正好也得 鞠三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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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马 红方马六退七 这样的话顺利 倒了回了向尖马 对 然后这个棋 就是到终局阶段了 我看这个红方中 也是顺利跳到了 这个向尖马 对 但是这个可能 这个局面 黑方 这个大紫出动也挺快 而且有一个中兵的 一个优势 是 所以双方还是一个 各有顾忌的棋 对 和蒋特达 是 实战呢 就如唐特达刚才所说 成名在这盘棋的思路 他就是求稳 所以走到此呢 他还是想把马给对掉 好像是吧 他还是选择了马 三进五对马 对 他这时候走了一个 马三进五 对嘛 他是想要 让局面呢 自己更能看得清 更能远顺 是的 整体来说 这盘棋成名的思路 还是有些保守 感觉啊 感觉有些保守 对 但是在跳这里呢 望远也顺势就换了 这个马也跳了这么多步 但是他也跳了很多步 然后黑方是 拱足 足有精力吃掉 对 那么就是现在双方 终于经过这个 终局阶段了 一个终于交换了 这个两个 针锋相对的一个马 那么就后面呢 终局这个较量 是什么情况呢 也请齐民朋友们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给您 带来更精彩的终局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今天还是要 继续跟您讲解 汪洋特级大师直红 对阵成名特级大师的对局 然后对局 进入到终局阶段呢 我们看汪洋特大师 如何兴起的 他是走了一个 G8军6 对 刚才呢换掉这个 一个马之后 现在呢 黑方的兵型线 是双方抢占的支高点 所以红方也是赶紧 去八进六 去抢占兵型线 也是来打击 黑方这个七路马 是 黑方这个时候 他是选择了一个交换 交换 他选择了直接交换 直接交换 可能变化都看得清 对 就是双方就必须踩马 是 然后黑方是继续走 组五进一 继组五进一 这样子也是黑方 红方这马得动 他得马五进七跳上来 对 逼着红方都是 都是官子 步步官子 然后黑方再 走组五平四 刷马 这个时候 红方如果在马七进六的话 可能马路也不好过 可能还有泡八进一串的手段 是吧 对 而且他也没有 拘八平三吃足的机会了 对 所以说红方呢 这个时候就选择 拘八平三吃足 吃足准备吃马 吃马顺便还吃个象 对 那这个棋 实战的时候 黑方是足四平三 这个进行个交换 那 这个也只能换了 这个棋 他拘一间二行不行 如果拘一间二 他肯定是怕他有一个马 好马 他随便跳这里也可以 因为从实战分析来说 这个马跟这个马的价值 相差很大 对 就是这个黑方这个马 现在是处于 弱势马 它处于被进攻的地步 而红方的马是处于 投入战斗的这种状态 红方的马也更好一些 所以黑方也挺理智 他这时候就选择了一个 换马 逐游平三换马 逐游平三换马 逐游平三是进行一个交换 大交换 最近这一段是双方交换得非常快 现在就进入到只剩三个大子了 是吧 对 黑方是拘一间二 继续对拘 拘一间二这个是关子 这个时候必须快速地把拘出来 非常重要 是吧 双方现在都得拼速度了 对 红方也是 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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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非常积极 他也是保持引起的这个 想引起的这个态势 对 那这个棋也进行到这个中残局的一个阶段了 就是现在双方是双鞠炮兵 对双鞠炮食尿权 对 黑方是少一个相 对 那么这个残局呢 黑方但是过河兵还是速度挺快的 对 那么蒋大师这个棋 双方有什么一些关键点 能给大家讲讲吗 这个棋呢 从物质力量来说 确实唐丹刚才也说掉了 说到了 就是黑方是少了一个相 但是我们看 黑方的双鞠炮兵好像速度更快 对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防守是守不住的 只能是抓紧反击 就看谁的速度更快 是吧 而红方肯定是希望战线拉长一点 因为拉长一点 他的物质力量优势就能体现出来 对 主要是因为黑方少了一个相以后呢 长久的防守是不利的 长久走出来以后呢 这个少项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对 那么也请我们这个讲 大师给我们简单说一个变化 说一些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 就迅速反击 对 实战他这样也很好 实战也是这么下的 鞠平四 杀棋 红方是四四进五 黑方再炮八平五 炮八平五 又是一个叫杀 迅速的叫杀 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走帅五平四 帅五平四 黑方会有一部好奇 对 观众朋友们也能看出来 对 就是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杀法 对 一个鞠吃饼相 就鞠能吃四了 对 有一个弃鞠杀棋 对 如果我吃掉的话 它有个鞠四平六 这样利用中炮有个杀棋 有个绝杀的棋 但是显然这样作为汪洋特级大师 肯定不会给黑方这样的机会 汪洋走了是炮二退二 炮二退二 用炮看住 黑方这时候也走了一个鞠四平八 鞠四平八 这也是想要盯住红炮 也是不让黑方 这个红方鞠一鞠二很快地出动 他是希望把红方这两个大子给吊住 对 实战呢 红方是走了 他走了一个鞠三退三 鞠三退三 他还是认为兵型线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先走炮二变四 他可能是 感觉他会鞠四进一 是吧 对 兵型线抢到 那黑方也是近鞠 鞠八进五 兵型线 既然黑方速度没这么快 索性黑方也是抢占红方的兵型线 对 红方这个主要在一路鞠还没出来 他得调整 是 对 他走了一个炮二变四 黑方是选择是鞠四进四 鞠四进四 继续双鞠抢兵 双鞠抢兵 这样红方肯定得保留三路兵 三路兵是获胜的保证 所以说他必须保留三路兵 对 兵三进一 黑方实战是走了一个 逐三进一 这时候红方 黑方就是贯彻我们刚才说的思路了 想逐快速地冲道 然后进行反击 那红方这时候也很拘谨 对 走了一个鞠四平七 鞠三平七 不给黑方逐快速冲下的机会 对 实战的这步棋 好像黑方是走了鞠四进二吧 对 他实战是鞠四进二 走了鞠四进二 他鞠四进二是过滑 为了是走鞠八平五 要吃我的忠相 要吃红方的忠相 红方实战也是炮四进一 炮四进一 一打 一打 他鞠四退三又回来了 鞠四退三 他鞠四退三回来 对 然后这时候红方是走了一个炮四进四 这步炮四进四 对 那到这个局面 就是说红方这个自己的四路炮中也出动了 尤其是这个一路鞠随时可以鞠一平四 对 来抢出来 是 那么这个时候黑方还要注意 他自己这个另一个项可能有丢的危险 对 那么这时候好像到了一个局面 这个残局阶段最关键的时候了 对 那黑方这个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局面 在这个局面下 刚才我跟唐大师也分析到 这个局面因为黑方已经少了一个项 如果拖长了 持久战肯定不利 黑方必须迅速地反击 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黑方应该走炮五进三 就是 那我们给大家摆一个表话 要走炮五进三 炮五进三 继续就是保留 保持自己的中炮的威力 中炮的威力 然后保留双聚炮对红方的进攻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走炮四平五 他甚至是不是可以拘八平四这么一杀 是吧 对 拘八平四杀 可以这么杀了 是吧 这样的话继续威胁他 是吧 就是你这个中炮 我随时可以拘四平一把你这炮捉走 对 这个中炮是立不住的 是 那么这个旗如果 如果它拘一平四亮出来 它正好也拘八平四杀 对 拘八平四也杀 等于说黑方一定要把自己的中炮的这个威力 要是给它展现出来 是 不能说让红方以后随时炮四平五一僵 对 就是说你就没有公式了 对 我明白这个蒋大师这个意思了 所以说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说这个残局看似很简单 但实际上我们在美国齐这个 还是要一定要这个关键点上一定要把握住 对 那么这个阶段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很可惜这个成名特大 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他是走了一个G八平五 走了G八平五 他实战走了一个G八平五 他其实也是看到红方炮四平五的起了 但是他就没有想好是否炮五进三 还是走G八平五去防止红方的炮四平五手段 他G八平五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准备下一步有一个G四进三的这个动作 对 等于说黑方也是想要在寻求一定的反击 是 那么我们看实战这个汪洋是怎么选择的 他走了一个G一平四 实战 汪洋特大走了G一平四 那这时候你正好G一进三的时候 他可以走G四进二吧 对 他G四进二可以看上 对 他看上你要打江过的话 他可以帅五平四 帅五平四过的话 平炮就是先手了 对 这个应该是红方更快 对啊 这样看上去就红方快得多 对吧 你这个士不好补 对 你补这边士 他随时这个平居过来 这边又是一个 又是一些将军杀旗 而且你这个两个G 也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位置 对 是 那这个对攻的速度上 肯定是红方更快一些 那么他G四进三是不成立了 对 就说明红方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反攻的一个阶段 对 应该说黑方的这个进攻思路 也已经是出现了失误 对 黑方也是想赶紧防守 他走入一个G四退一 G四退一 想要跟住红炮 跟住红炮 然后红方是 炮四平三 这也是非常巧的手段 既防止了G炮被迁住 同时炮到这里 又保留了炮的下底线江 是吧 投入战斗了 随时有江啊 G七平四站内啊 对 各种手段就来了 应该说在黑方 刚才这个计划失误之后 红方已经迅速处于 反击又占优的局面了 对 就是可能在残局 这个双击炮兵 这个残局这种对杀的阶段 然后成明大师呢 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没有把握住很好的机会 所以现在又变成了一个 主动权掌握在红方的手里了 是 那么黑方是现在怎么防守啊 就是炮三 军四的将军也守不住了 对 他索性就是赶紧想 居五平四 讲话 对 他居五平四杀齐 他居四平五 然后他居四推一再对局 对 这个时候呢 红方是选择了 居四进六对局吧 对 他选择居四进六 因为红方啊 继续保留 居站在兵行线 这么对调的话 如果直接对调 大家看了 他红方因为 离开了兵行线 这样的话 红方的话 就进攻也会缓慢许多 对 等于这样子 红方以后炮三平五将 我随时可以居四平五 对呀 而且黑方呢 也是居守住了 自己的两个居 对 所以说怎么对居 这有些一个技巧 是 这个进居 这是一个好事 走了居四进六对居 对 让我的居位置更好 那双方只能进行一个交换 对 然后交换过后呢 黑方是赶紧要 居四平九 对 把兵给 赶紧吃足了 对 丢失的兵足 物质力量给找回来 找回来 然后红方呢 炮三平五 这个也是必须走的 因为炮三平五之后 能让红方的居 这个投入 就能动 投入战斗 是吧 就能动了 对 黑方这棋肯定不能 试四进五 试四进五 他居五平七 对 他只能试六进五 然后他居五平二 是个杀棋 对 这个棋 在居五平二之后 这个实战好像 黑方是走了居九平六吧 居九平六 对 他如果先走 帅五 降五平六 可能红方会继续 居二平四 这么一将 那他可能 就是索性炮五平六 炮五平六 那我可能 三平就渡过去了 对 是吧 就是现在双方 又对了一个局 形成了 居炮兵对居炮兵 对 但是黑方少个像的 一个参与 少个像 并且红方这个居炮兵 组合位置太好了 对 是啊 所以就是 蒋大师按你的意思来讲 这期红方的胜率 可能有一个六七成的这种 应该有六七成了 主要是黑方少像 位置又差 对 是 所以黑方当时 他也没有走降五平六 他走了一个居九平六 那红方还是按原计划 他冰三进一过冰 用三进一过冰 黑方可能也看没办法 他走 他又出了个将 他这时候又出了个将 他不想你这二零四将 是的 因为这时候我看 好像如果你这时候 如果下冰 或者说黑方走一个 足一进一 守住边族 那红方就直接就下冰 直接下冰了 对 就一路冲下来 一路冲下来就行了 那这期速度上 黑方肯定是 比红方要慢很多 所以他也没办法 他就索性就先 先出个将 那红方这时候也是 忙里偷闲 忙里偷闲 吃了个边冰 他这个先把边冰吃了 是 这样继续获得物质上的一个优势 对 然后黑方走一个 足三进一 然后红方 这时候还挺细 这个残局走的 就有个居九平 先抓一下 这还值得学习 让你这个冰平开 然后我再吃冰 这样又通过抓 快了一步 对 然后这时候 黑方也索性就下冰了 就赶紧比速度 对 然后红方也是 足三进一 冲冰 红方这个棋 走得也非常劳力 它保留高居 保留高居 是 黑方这时候走了一个 退居桌炮 然后炮五退一 然后他有居六平七 跟住这个居兵 然后红方是将军 然后平兵 然后我们大家来欣赏一下 后面红方这个居炮族 是怎么入门的 一桌 他又一瓶 这不能长桌 对 不能长桌兵 他混乎那只能居六平八 然后他退居 退居 退底居 又是防守又是进攻 然后他只能 他有居七平六 居八平七捉了一下 然后兵三平四 然后他索性就兵二 平三 这个时候红方 也就直接就发动攻势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炮五平四 他炮五平四 黑方去七平六 对 你知识的话 这个识是要丢的 没办法 然后就退炮 这样的话 把居也牵住了 以后我就可以拱边兵都可以 就是说你下降 我一将 你就没办法动 所以他索性就 竹三平一 破釜沉舟了 红方也不理他 红方走了一个 冰九平一 然后他再竹三平四 吃掉 帅五平六 然后炮五平六 打四 对 黑方想把红方的 实战都给吃掉 对 实战的 红方帅六平五 他又走了一个 炮五平二 炮五平二 最后一段还挺精彩的 要给大家欣赏一下 是 欣赏入局 然后红方是走了一个 向五退三 向五退三 那么这不退向是什么意思 这个从后面 我们能看出来 是不是讲大师 是是 从过往就能看出来 他的意图 然后黑方是走了一个 炮二推四 然后红方这时候 走了一个 非常好的棋 就是因为我退了不向 是 他这时候就有 拘一进七的手段了 对 准一进七 准备下兵 你要知识 我就拘一平四 这是杀棋 他没办法 只能下降 他再下兵 这个时候 就刚才唐大师说的 我向五退三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 如果像在这个位置 黑方可以降六平五 还顺利 我打将没起 而我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不能进降 进降就是杀棋 对杀棋 所以说这个最后呢 入门的机炮兵 非常的精彩 值得学习的 对 非常精彩 是 然后也是 汪洋大师这盘下得很好 对 观众朋友们 谢谢您收看 这盘精彩堆积 好 对 然后也是希望您继续关注 我们相机世界栏目 也谢谢您的支持 然后朋友们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